如果不是反场万人大合唱 怕是连岳云鹏也没有想到 郑州的体育馆居然还有三层 看到满坑满谷的观众 不少网友直呼 岳云鹏不愧是德云社一哥 依然那么红那么火 郭德纲曾说过 衡量一个相声演员是否成功的标准 就是商演的观众 如今岳云鹏能在容纳16000人的体育馆 开相声专场 在相声界估计除了郭德纲余谦 没有人能做到 因为那个回老家可是中央了是吧 看到这么多的老乡来捧场 岳云鹏也是非常的激动 面对老乡们送的礼物 小月月还在里面特意挑出来一只烧鸡 直接在舞台上吃了起来 要知道 作为演员很少吃观众送来的食物 特别还是用塑料袋装的 小月月的这一个动作是对家乡人喜欢她的一个回应 估计也只有回到家乡的时候 岳云鹏才敢完全的放开 回到老家的岳云鹏 也终于可以放心大胆的讲家乡话了 这一段河南方言版的天对地 一般人真来不了 就连进不去拍子的毛病都改过来了 孙岳老师都在一旁为她鼓掌 面对上万人的观众 岳云鹏也是直接开启了演唱会 万人合唱 估计都快把郑州体育馆的房顶给掀了 自从上海郑州专场之后 那些关于岳云鹏不红不火的传言 也不攻自破 如今岳云鹏的实力 也不是开几场免费相声直播 就可以盖过的 之前还有传言 曹云金回归德云社 岳云鹏一哥地位不保 在我个人看来 还是先看看 能不能开得了专场再说吧 你们觉得呢